普通植物价值极为珍贵 山野常见,成大片的生长 根断金用来泡酒 它的好处值得大家认可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种绝类中草药植物 当作山货,野生资源极为丰富 利用的好,是个宝能帮助不少人 农村户常在山里面活动人 遇见这些植物 有不少还叫不上它的名字 植物学名叫枸杞 乌某绝科枸杞鼠 多年生大型绝类植物 地下根断金成不规则状 一般是横卧粗壮 呈现褐色 枸杞为大型绝类植物 名副其实 植株高可达一米左右 叶边经验成暗中色 叶片长软型 二回雨裂 顶身雨片软状披针型 叶干后中或中绿色 植物名的由来 也特别有意思 因其地下根长而多齐 形式枸杞鼓 顾得名枸杞 野生资源枸杞 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 洗阴南湿润环境 多建于生长 三角勾边 零下双性土壤 根据植物型的特征 我们当地管叫乌毛绝 因其基部这种金色毛 又有人管叫金毛枸杞 猴毛头 金枸杞 温馨提醒大家 在户外遇见比较珍贵稀缺的绝类植物 千万不要随意挖取 然而枸杞 它不属于保护范围之类的 枸杞主要价值 本草杆木 神龙本草精 都有记载秋冬二季挖取地下根 地下根洗干净去除泥沙 切成片晒干 当作中药材 地下根状精还可用作来泡酒 被号称为尖胜王 枸杞 在硬币环境下 常有人大面积来种植 或者室内当作盆栽种植 很不错的观赏性 形态比较优美 枸杞作为普通的绝类植物 总结一下它两大用途 植株当作绿植或盆栽种植光散 地下根状精 采挖当作中药材 利用价值极高 枸杞地下根状精 我们当地有不少人知道 它是可用作酿酒的 采挖地下根 切成片晒干之后用作泡酒 大家对枸杞是否有所了解 评论区可互相交流 专业科普方面可了解它更多用途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是因为农村的剑 农村的剑 我们这个剑